多言多利,轉不相應,結言結律,無刺不通 叫我們都不要說話,閉嘴啦 是不是叫我們都不要說話,叫我們閉嘴呢? 我們要把它看它的那個 多言多利,轉不相應,結言結律,無刺不通 四字變衝是思想的產物 我們一般社會上應該會用到我們的所有的東西 這是說我們沒有辦法,我們一定要生活 而且現在的這個科技的時代,你一定要學會很多科技的東西 你不會耐也不方便,你不會Email也不方便 你要買個飛機票也要用Email也要上網 你現在這是不要的不協議的無形 所以四字變衝雖然是思想的產物,但是還是要用還是要做 但是呢,它是在告訴我們說這個四字變衝是思想的產物 乖為制道原理,就是說它不是我們的親近的本體 所以它講的是這樣講 所以說多言多利,轉不相應,結言結律,無刺不通 這個是在講說我們如果在誤道的本體上面 誤道的本體上面不要隨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分別,我們的意識心 而走,所以叫做我們的思思變衝是思想的產物 乖為制道原理,就是這樣會離開我們的親近結信分野 這是在講這樣,但是我們啟用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也是要這樣做 因為第一義地呢,第一義地呢,第一義地呢,第一義地呢 第一義地呢,就是我們的親近結信 叫做第一義地呢,本質占然空極 故無分別,無細論,一切言收呢,一切言收不到 因為它是無相嘛,它無相呢,有沒有有東西,但是拿不出來啊 比如說偶爾自己,我們起一個不好的信念的時候呢 你那個信念那個練波花出去的時候,也會影響你周遭的環境 所以我們需要學心,要保持一個心,讓我們的心很自在 這是修行的重點 所以第一義地呢,它根本沒有辦法講不出來 所以一切言收不到,沒有辦法講不出來啊 但是有作用啊,切切實實有,切切實實有 俗方菩薩,俗方師佛的菩薩一直來加持我們 一直來跟我們,要我們舞蹈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了解,因為我們一直停留在見聞截知 我們的色色想形式,一直沒有辦法放下來的時候呢 它來的信號呢,我們收不到 我們把它排斥掉,是這個樣子 所以叫一切言收不到,非凡非勝 不是只有誤道人才有,一般人都有 故約多言多利,轉不相應 因為你擠了太多的煩惱,所以沒有辦法接受它的信號 結言呢,就是言語道斷 結律就是心形赤妹 所以我們誤道的人呢,講的我們的心形協性呢 它那個,那個頂輪的這個 一直放電的這個能量呢 這個能力呢,就是言語道斷,心形赤妹 沒有辦法講,沒有辦法說,講不出來 就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修行才能夠有轉圜成聖嘛 才有辦法修行嘛 才能夠我們把它振口嘛 或者說,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我們修什麼,就沒有辦法修了嘛 所以言語道斷呢,則疾而常躁 心形赤妹,則躁而常躁 所以這個清淨的諧心呢,常常在疾 它是沒有辦法看到它的中癮 這叫疾 但是雖然沒有看到它的中癮 它一直在照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啊 不是它沒有,它有在照啊 所以說,疾而常躁,照而常疾 就是這樣 若言修行法要呢 能修所修 能言所言 各個放下 放下再放下 直到無用心事 忽然亮的一節呢 頓見本來人 方知從前空會心 因為你當你悟到了撒那間 它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要把我們的意識心跟真主分開來的時候 讓你見到本來人 它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什麼時候你悟到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來告訴你們 說你們什麼時候我絕對可以悟到 但是我們修行的時候 你們就是在現在聽我在講這個經典 就是向悟到的路線走 好